哈喽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冬天经常都会吃一些火锅,大鱼大肉之类的高热量食物 不知不觉中,身体里的脂肪就慢慢的堆积起来了 那怎么办呢?大家不用着急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瓜油的好方法 不用节食,不用运动,一个月十斤八斤,特轻松 大家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盆 加入一点点食用碱,再加入清水 搅融化后把苹果一个一个放进来 柠檬,生姜也放进来 搅拌均匀 食用碱是可以很好地去除苹果和柠檬表皮的荣耀残留和果辣 搅拌均匀后,让它们在这里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后,我们在苹果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我们利用食盐的颗粒感把苹果表皮给它搓洗干净 食盐是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的 因为我们这些食材全部都不需要去皮的 所以我们要仔细地把它清洗干净 柠檬也同样用食盐把表皮搓洗干净 很多商家为了家常苹果和柠檬的保鲜漆 一般都会在苹果和柠檬的表皮涂抹一层辣或者是保鲜剂 生姜也同样要用食盐给它搓洗干净 因为生姜是长在泥土里面的 细菌是特别多的 生姜我们尽量挑选这种老姜 老姜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更高 老姜含有大量的姜细、姜酮、可发挥的物质 这些物质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促进代谢的 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对于瓜油、减脂也是很有帮助的 全部搓洗干净后我们再换清水 用清水多清洗两遍 苹果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矿物质、维生素和果胶 这些物质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 帮助身体排出毒素 还可以增强保护感 避免脂肪的堆积 全部清洗干净后给它捞出控水 放在盘子里沥干水分 没有时间等的朋友也可以像我一样 用厨房纸巾 把苹果和柠檬、生姜、脚皮的水分给它擦干 一定不能有生水 否则容易滋生细菌导致变质 然后我们再把擦干水分的苹果给它切开 再把这个苹果心给它去掉 苹果心一定要去除干净 因为苹果盒有微毒是不能食用的 然后再把苹果切开 再把它切成薄片 俗话说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苹果中含有一些天然抗氧化剂 多分物质 可以清除我们人体的自由基 延缓衰老 苹果中含有大量的果酸 甲、磷、铁等等元素 平时我们没事可以多吃一些苹果 对我们的身体好处是特别多的 可以预防某些疾病的产生 苹果片我们不需要切太大 这样切小小片方便入味也方便食用 切好的苹果先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先把柠檬的头和尾给它去掉 然后再给它切成片 柠檬有很好的减肥作用 柠檬中含丰富的维生素C和柠檬酸 以及微量元素 胡萝卜素 苹果酸 甲元素 蜡元素 维生素C属于水溶性维生素 可以溶解我们人体内多余的油脂 柠檬酸是脂肪和糖 蛋白质代谢中非常重要的物质 柠檬酸可以促进这些物质的代谢 另外柠檬还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而这些纤维素是可以抑制我们体内多余的脂肪增生 有效的减少脂肪的堆积 还能起到排毒促进消化 改善便秘的作用 切好的柠檬片我们把中间这些柠檬籽给它挑出来 如果不挑干净 这个柠檬籽会发苦的 然后我们再把柠檬稍微切小块一些 切好放一盘备用 生姜我们也给它切成小片 冬天我们可以适量的吃一些生姜 不仅可以起到驱寒卵味的作用 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可以很好地达到保暖和瘦身的效果 生姜我们切好片后 再把它稍微的切小块一些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干净 无水无油可以密封的玻璃罐 我们现在把苹果一层一层的放进来 底部放一层苹果 然后再加入几片的柠檬 然后再放一层生姜 就这样以此类推 放好后我们用手一边放一边按压 最后我们一定要用力给它按压紧实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瓶白醋 购买白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要选择这种量灶的实处 然后我们把白醋倒入瓶子里面 白醋的量一定要没过所有的食材哟 然后我们把盖子盖上给它密封起来 像这样密封好后 放在阴阳通风处 发酵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喝了 时间放的久一些 会更好喝 更香醇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瓶子里面 如果瓶子里面有很多密集的小泡泡的时候 证明我们的苹果醋就发酵成功了 那么苹果醋要怎么喝 才能达到瓜油减脂的作用呢 在这里建议大家在餐后半个小时左右 食用是最佳的 我们喝的时候 用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勺子来咬 咬上几勺果肉和果醋一起 咬完我们一定要把它密封好 然后再加入一勺蜂蜜 在碗里面加入温开水 如果开水的话就会把蜂蜜的营养成分给破坏了 把它搅拌均匀 加入蜂蜜可以中和一下醋的酸味 蜂蜜也是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 搅拌均匀一杯非常好喝的蜂蜜苹果醋就做好了 每天餐后半个小时冲上一杯喝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去除多余的脂肪 还有美白淡斑的作用 因为苹果醋中的果酸和醋酸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形成柠檬酸循环 可以帮助分解我们体内多余的脂肪 另外苹果醋里面含丰富的果胶维生素C 都是有很好的排毒养颜的作用的哟 常喝苹果醋可以促进消化软化血管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常喝苹果醋对我们的身体好处是非常多的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有胃酸分泌过多和胃病的朋友就不建议饮用了 也不建议在早上空腹饮用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可家妈妈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就请帮忙点个赞关注一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